現在的小臉 到底要不要再告訴自己的顏色 這是我的介紹的東西 然後我要再想一個是那個字還是哪錯 從上面到現在都沒感覺 然後就是 是要想嗎 這個是吉祥如月祥 然後這樣塗的話是這樣的 就是它要我說要放圖片 然後我就找這樣塗的 我這樣塗到剛好跟我講的東西有關係 問一下有人知道這是哪個漫畫嗎 古風的漫畫 我覺得這部漫畫沒看過沒關係 但是我覺得你們這輩子一定要去看 你是不是這部漫畫就太經典了 它不只用另外一種很有趣的方式去敘述三個歷史 你可以從你沒看到某個月可以看到遊戲 可以看到很多的形式 尾聲音它包括怎麼樣朝人生的方向 全部都在這裡很簡單的漫畫 你不是說我嗎 你不是說我嗎 然後這句話就是說 他就是趙雲 趙雲他說 他一開始在裡面的故事裡頭說 他是那個司馬伊底下的人 然後他是被派去 有被他別是希望有些人能夠推翻 有被他去幫助司馬伊 那後來他在這段過程中 其實在三段的時代他們 他們說要找到兩路 兩路說要跟著一個族人 那後來很多人去找了兩路 最後呢 他一直就看到 看當時那些一段時的時代 他一直不知道說 到底怎樣才能兩路 只知道有一個路上 他遇到一個村民 就真的又要村民 然後他跟他講說 兩路是要自己找 他說他其實是廣唐大陸 然後呢 因此呢 就蛇命 然後蛇命巨洋的人 從大軍之中 救出了阿兜頭 在斬叉馬國之戰的時候 被他們救 就是 這就是這個故事的開始 然後 講到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要跟我講說 就是要怎麼找到這兩路 有句話是這樣講 他說 他在這地方 阿兜最後 他在講一句話說 君子稍微到 其實可以 就是說 找到一條自己的方向 找到一個自己的 真的覺得 能夠軍頓從的理念 再對一個君子來講 是一切最重要的事情 六年公子在 尊丘上 我那時代說 他都這樣講這句話說 今天早上 你聽到一個道理 那晚上 你就可以死了 我已經滿足了 那時候 我們當然不希望我們 往往走 然後當然很多人 覺得說 這是一間家很辛苦的路 因此 他通知他那些補充的句話 他說 得不服務必有靈 就是說 當你去掃尋自己的道路的時候 你一定會找到一些 適同道的夥伴 剛才剛才有講過 他雖然說 這段路中 他非常的辛苦 但是 最後還是有些伙伴 他們會陸續的 體驗在你的身邊 好 那接下來 就是要跟各位講 就是說 我覺得找到路 只要找自己的道路的話 我覺得說 一個很重要是說 你要去獲得你們 很多人會覺得說 可能是 下面的一些人 他們要去交 或者說 我們透過一些廣告 去讓個 去 透過一些廣告 然後會有交路 當我到市場的客規程中 我發現說 市場的紀念這項東西 是你要去求來的 是你要非常刻苦 非常辛苦 去從別人的市場 去挖來的 為什麼 漂浪化許多人 他們那些東西 他們是花了許多時間去過的 他們 沒有道理 也沒有責任跟義務 去教訓 去教我們這些東西 因此 我發現許多人 當他們住在那邊 喊著說 我沒有支援 沒有人幫我 沒有人指導我 我家 我爸爸又不是郭台銘 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沒有去思考說 自己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去找這些資源 資源一直都在 只是說 什麼樣去找到 那條路 我覺得這才是關鍵 大家應該要去思考 就說 怎樣找到哪路 許醫科還是檢查面 曾經今天有一個人 講過一句話說 今天你去找資金嗎 你告訴我一個百萬多 我就告訴你 去哪裡找資金 可是你了解 這個東西是這個意思嗎 其實你只要找 你知道我是哪一個人 有什麼 那兩個人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我覺得接下來 跟各位講的是說 他選擇是我的話 知道我自己的路 有三個方式 第一個是找他的指導 他指導的話 就是說我覺得 在電影華爾街中 他有去評論 他就評論說 貪婪是好事 但我覺得重點 我這句話是這次 包括接著他 他也覺得 讓我很深刻評論 他說 每一個人的一生中 一定要去問一個導師 給一個學生 那你怎樣去找到 你們 我覺得大家 比較適合去找到 一個你們自己的導師 等到你們找到你們自己的導師 學到一些東西之後 你們要去指導 找個學生 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創設 另外第二個方式的話 是自我探尋 自我探尋的話 透過一些 可能身體上面的觀念 或者說 技術上面的一些訓練 或者說你的事情上面的提升 這些都是一些自我探尋的方式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方式 就是這個環境事情 這個環境事情 一個最致命的方式 就是旅行 那個公益旅行 其他教授事情的話 他就曾經講過說 他說 他探尋自我的方式 就是通過 不斷貸貸的國家這些旅行 當然他最後 他曾經講到說 他說 如果說你要找到自我花 需要花十年時間的話 那你還是得花 要不然就能找到自我 但是我後來實際想想 就發現說 花十年時間找自我 當你身邊的朋友 我都已經結婚生孩子 都已經講到自我 當他出館的時候 我才發到他說 喔 我孫小子怎麼做的 這種感覺其實是 我是覺得是 非常不穩的一件事情 那接下來 我要跟各位講到說 就是 我們一直在找說 找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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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道路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道路是說 他 不是說 很多人想說 我就想找工作 要說要找工作 反正這個 很快 在看我一本書 他叫做我筆電 跟鄭真的時候 還說這就是重點 他還說什麼是要找 真正要找的東西 應該是一個 我們覺得是有意義的 或者說這是一種 我們信念的東西 那才是重點 在我筆電跟鄭真這本書中 他提到了一些東西 他說 他提到很多故事 他說其實你 對一個東西有沒有興趣 跟你之後未來會不會有成就 沒有那種關係 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重點是說 你在這個東西 你是否覺得他 是否覺得他有意義 是否有辦法在上面 挖著很多很多時間去投注 那樣的話 只要你到時間到了之後 其實自然而然 就會達到一定的成就 其實我覺得說 今天是今天整個 我講的真正很多說 我們要找他們 找什麼 然後大家去試著找到說 那個東西究竟是什麼 然後 我覺得說 探尋 探尋是我這裡的動作 要 當然 在座很多同學 是學生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要盡早做 因為等到你們晚一點做 因為等到你們晚一點做 很多人跟你們講說 沒關係 只要你有一天能找到 那就好 沒關係 但是 我舉過 我一個朋友的意思 告訴各位 其實當你們 當中央一天 你們找到的 你們想要去努力的主軸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其實對你來講 你的時間已經不夠 為什麼 但你正在開始努力的時候 別人其實想努力是你們的 那 因此我們一樣都追不上他 我舉個朋友的意思 他本身是一個 他本身是一個 阿西亞小生在台灣 他現在只是一個大學生 但是他 擔任過許多一些 我們說一些大型公司 包括天下文化 一些高層高階主管 甚至他說他現在是 這些大型公司公司的經歷 那我 我覺得很好奇說 今天一個25歲的一個 中文系的學生 為什麼可以抓這樣 他告訴我說 他從15歲開始 他沒有一天睡覺 他每天睡覺時間都休息 他做了工作之外 他每天早上聽他很亮的時間 我們都還在睡覺時間 他喜歡的事情就在裡面 他有什麼大量的面 都用這種方式去不斷的訓練自己 那 如果說我們找 沒辦法早點去找到自己做的話 當然 有些我們找到自己的時候 我們回頭看看 對方 我自己的朋友 他從15歲時 就是這樣子訓練 他已經花了10年時間了 那我們還有幾個時間可以用 在最後 跟各位講到一句話 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說 在30年前的時候 很多老一輩子都會講說 只要努力的話 會來一定會有自己黏黏 錯 30年前的話 努力是一切 在現在這個時代 努力 這是基本條件 我們沒有這個基本條件化 我們其實找到這個基本條件 沒有其他東西的話 其實是我覺得一切都是 都是免談 對 然後接下來 最後他可能會講到說 我就是剛剛提到的朋友 不管話 你會很難的一個機會就是 如果 我 因為他 在學業結束之後呢 就要回馬西亞 那再來一個很難的機會 在6月10號 禮拜二這幾年之後 在文國異高雄大學 然後下午2點到4點的時間 我請他來到我們學校 來做一場 想做 但是這個非常非常難的機會 就是 因為是我跟他有消息 要不要的話 請問我符文字的私詞 會先去尿堂 那你希望各位有機會的話 可以再聽聽聽看 一個只有25歲的一個年輕人 他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去 站上了 下一個這樣的位置 他們 他們在背後是付出了什麼樣的努力 我想找一位 點擊跟各位差不多的一個人 他來分享話 就是為了人家裡頭 更清楚的去看到說 你們的路 是什麼樣的方向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來聽聽看 全都說 我們來聽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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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個人都來聽看 都是一個人的 都說 我們來聽聽看